这次我们来学习不定积分 日文读作PTESKBUN 首先我们来看不定积分是什么 不定积分呢 就是微分了之后 可以得到Fx的函数 微分就是求导 记作这个一个积分符号 然后FxDx 积分符号在日文读作Integlator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微分后 可以得到Fx的函数 然后呢 我们看不定积分的公式和计算方法 如果A是常数 Ax的n加一次方 对它求导是等于 An加1的x的n次方 而这个 n分之1A 乘以x的n加一次方求导 得出的结果就是 A乘以xn次方 那么对这个 A乘以xn次方 我们求这个不定积分 结果就是 n加1分之A乘以x的n加一次方 这里要再加一个C C就是积分常数 因为我们知道导数 你加上任何的常数 最后求完导是相同的 所以宁运算求微分 还是要加上这个 这个一个常数 接下来我们运用这个不定积分的公式 来做一道立体 计算 x五次方的不定积分 我们由不定积分公式 可以得对x五次方进行积分 可以得到5加1分之1乘以x的5加一次方 再加一个积分常数 结果就是6分之1 x的6次方再加C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 做一下练习 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看第一体运用这个不定积分公式 对3x平方 求积分就是2加1分之3 乘以x2加一次方 再加一个C 结果就是x三次方加C C是积分常数 第二体对x平方分之1进行积分 结果就是x平方分之1 其实相当于是x-2次方 同样 我们把它代公式 是负2加1分之1 乘以x负2加一次方 加C 等于负的3x三次方分之1 再加C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次所学 不定积分就是微分了之后 可以得到fx的函数 我们将这个称作 对fx进行积分 日文它写作integular 它这么独作integular这个符号 然后对它微分后就是可以得到fx 接下来我们看不定积分的公式和计算方法 当a是常数时 a乘以x的n加一次方 它求到 可以得到a乘以n加1再乘以xn次方 所以呢 把这个n加1我们一项 它因为跟这个x无关 就可以得到n加1分之a乘以x的n加一次方 求到 就等于a乘以xn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对这个a乘以xn次方 求积分 结果就是n加1分之a 再乘以x的n加一次方 再加一个c c是积分常数 然后我们看到立体啊 对这个x五次方进行不定积分 结果很清楚 是六分之一 x的六次方 再加c c是积分常数 这次的学习到此结束